有请主持人赵川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由不弄暴龙眼镜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宝粉丝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途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 有机会获得实务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于继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的到来 影视演员 王立云 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的到来 华语嘉信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的到来 爱情导师 图类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的到来 今天第一队嘉宾 他们在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坎坷 请看 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 彼此也经历过很多事 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俩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可能他越来越觉得我大难的主意 可是我觉得我也越来越不认识他了 各自的改变 让我们觉得对方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一切都回到原点 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奢侈的要求之一 就是让一切都回到原点 原点肯定是回不去了 但是我相信在老师的帮助下 他们会有一些起悟 接下来要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可27岁来自湖北 发廊店主 女嘉宾小贩 25岁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女生在资料上面写的是25岁是吧 对 但是你们俩在一起已经有6年了 是的 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踏实 很有安全感 可以说是他手掌心里面的一颗金丝翠 好嘛 但是呢 时间久了 可能是因为他的事业吧 越做越好了 然后经济上的话呢 也越来越富裕了 久而久之的话 我觉得在他心目中 连个麻雀都不如 哦 有钱了 就从金丝翠变成了麻雀了 是的 他是美发店的老板 店里面漂亮的女孩子很多 他喜欢樟花年草 开始嫌弃我了 说我不会打扮 很土 没有 只是说我开理发店的嘛 肯定穿着时尚啊 打扮漂亮的女孩子比较多嘛 就是偶尔的话 跟店里的员工一起开玩笑嘛 店里都是男孩子嘛 所以说我们在店里面 看哪个女孩子漂亮 哪个女孩子性感嘛 不是很正常的嘛 对吧 然后有时候在他面前就说了一下说 哎呀 你看你跟一个家庭主妇一样的 又穿着什么老土啊 就是偶尔的开一下玩笑 然后就说讲着他可能不爱听嘛 然后就被生气 你的解释是开玩笑是吧 对对对 但是他每次都是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 然后去开我这种玩笑 好歹我也是店里的一个老板娘啊 你这样子说我的话 我多么没有面子 是不是 你这个职员不是说他那儿的职员嘛 当时的话我是没有工作的 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对我 然后我就自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 对 我出去找了一份工作之后 我有了自己的圈子 有了自己的生活 过后的话我朋友也比较多 我学会了改变自己 然后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我学会打扮了 他久而久之就觉得 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 哦 明白了 你怕他跑是吧 现在 不是怕他跑了 你看你上个班嘛 就在那个 也就是公司里上个班嘛 有必要每天穿着 那个花里花哨的嘛 是不是 他主要怕你嫌他土 之前是开玩笑的知道吧 然后现在呢 就是不知道跟着外面的女孩子啊 玩着就是天天画得浓灯厌魔的 知道吧 你上班走出去搞得多不好啊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子呢 是因为之前在家里的时候 我每天在家里面 就是给他洗衣 做饭 然后店里面去给他做 杂七杂八的事情 我好像感觉就是 我就是他家里面请的一保姆 你知道吗 哦 对啊 哎 那你在家里做那些事的时候 他尊重你吗 他就觉得我做什么都是应该做的 就比如说有一次吧 我跟闺蜜两个人一起去逛街 然后逛了时间久了 差不多六点多钟了 我没有回来做晚饭 他电话里面就大发雷霆 他觉得我又应该做家里面的 这些家务活你知道吗 我又不是一年365天天天这样子 只是偶尔有一次这样子 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 明白了 姑娘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再全职跟他在一起 而开始自己去找工作了 一年前 你现在开始怀疑他了是吧 因为他经常出去玩嘛 一搞就经常有男的开车嘛 直接开到我们店门口啊 或者是说打电话啊 叫他出去玩啊 吃饭啊 而且晚上还去KTV酒吧嘛 经常玩到十一二点的回来 知道吧 更可惜的是 经常有人给他发转性 直接就称呼亲爱的 没有 那只是朋友之间嘛 因为我在上班的话 我肯定有我自己玩得比较好的 那个朋友嘛 是不是 同事嘛 所以没有办个知己啊 是不是 但以前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 守护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子对我的呢 太大男子主义了 就是因为我受不了 他这种大男子主义 所以我才会去寻找自己 自己的那一个圈子 你不是为了换人吧 那没有的 今天是谁想回到原点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以我们的经济能力嘛 就是说他没必要去上那个班 在外面 天天抛头露面的在外面 知道吧 因为我自己开店了嘛 毕竟我也很忙的 然后呢 每天开没发店的 你们可能不了解 一天到晚吃饭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规律的 毕竟店里事情也比较多嘛 然后他没必要去工作嘛 然后在家里就做做饭嘛 洗洗衣服也可以的 不是 他太土了 那个时候我在店里面 洗衣服做饭的时候 你整天在店里面 跟顾客沾蛙年草的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那现在我学会打扮自己了 你又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了 他刚才说了 他就是为了独立自主 并没有想换你 他没有想过换你 但是外面的一些 不三不四的男人 对他不怀好意嘛 上干半夜的 对他这行不太好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社交圈 但是我觉得这个分寸和尺度 是不是有点 其实是这样的 主持人 那一次是我同事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在一起相处的话 工作中平时配合起来 非常有默契 他的话一些 私人感情的问题 他都会跟我沟通 跟我交流 那天他心情不好 所以他半夜给我打电话 你般谈恋爱不都是 从私人感情开始沟通起吗 没有 因为他的确是 只是把我当朋友 因为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的 我们纯属只是 半个知己的那种 那天晚上他心情不好 他打电话过来 就是说想找我聊一下 但是他说想约我出去吃点东西 聊一下吧 11点多 对 然后当时的话 他在我旁边 然后他当时心情 就是听到对方打电话 这样子的邀请我出去 他心里面特别不爽 后来的话我也没有去啊 没有去之后 完了他就跟我大吵 这完了还不算 他还打电话 就把我那个同事给骂一顿 这才算完 当时我就很生气 我摔了门我就走了 我就没理他 你还是走了当中 对 走了之后 那天晚上我就去我闺蜜家里面 睡了一个晚上 不是 当时的话 他不是走了吗 走了之后我就打电话找他嘛 他手机关机了 关机了之后 他的闺蜜 几个闺蜜 我们在武汉生活了六七年 我都认识知道吧 就那几个玩得要好的 我打电话过去 每一个都问了 都说不在他那里 因为当时我很生气 我就跟我闺蜜说 我说你别告诉他 我在你这儿 当时我就睡在他旁边 我回来的时候 他就问我去哪了 我说在闺蜜家里睡 他就飞不相信 后来还把我打一顿 打他的话只是说 当时太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呢 因为他当时 就直接跟我承认了说 我就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怎么样嘛 就这样子 然后我冲冲的时候 打了他一下 忍不住撞墙 你打他干嘛呀 因为你知道那么情况嘛 只是比较太气不过了 就是那是 那为什么我会被逼 无奈的情况下 才会承认的 因为我给他解释了老半天 我什么样子我都说了 他飞不相信 后来我就急了嘛 我就急了 我就直接招了 我只有招了 他才会散发甘休 听明白了 你今天想来干嘛 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嘛 他现在就是 两个人就是感觉到 很多事情的话 跟你之前不一样的 发生这种事情之后 所以说想通过这个平台嘛 能不能把我们这个 这么多年的感情 看能不能把它挽回回来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女生现在是想走是吧 想离开她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这么多年了 我对她付出了 我的所有的青春 我19岁就跟了她 我觉得导致她今天 能够这样子对我 我觉得我真的很寒心 我很痛心 一个男人动手打女人 有了第一次 他绝对会有第二次 更换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当时那种情况也是 一时冲动 好 我再核实两个事实 在她在家里 做全职女朋友的时候 你是不是沾花惹草 没有沾花惹草 我只是在店里面 经常在扣人 开玩笑 但是我私底下从来没有 跟女顾客去私底下接触过 这个你承认吗 每次都是 我去店里面的时候 她就说跟顾客的话 就不讲话了 如果我不在店里面 然后朋友反馈出来就说 她就会跟顾客怎么样的 疯啊 打啊 闹啊什么的 第二个问题 确实现在外面 没有一个更好的男人 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自从她对我动手了之后 我就很寒心了 我的心已经死了 好 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来 四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彼特问卷 女方在做全职的时候 照顾你 得不到尊重 你嫌她土 当女方这个整个状态 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又怕她飞了 这个女人到底爱不爱你呢 19岁开始到现在 六七年的时间了 她为什么这样做呢 如果是斗气的话 说明心里还有你 但是如果斗气斗气 斗到一定程度 你要势手打了她的话 就走向另外一个反端了 为什么呢 我通过改变努力之后呢 我能获得你的尊重 但是发现你居然还是用打 这样一个粗暴的方式 和原来这个嫌弃 和语言上的不尊重 有什么区别吗 甚至可能更严重 最后发现 还是没有逃脱你的魔掌 那她的努力又有何用呢 那她真的就寒心了 所以提醒男士想说呢 别挑人家的问题 想想自个儿 当初做下了什么 今后我应该注意什么 否则的话 你一错再错 感情真的就眼睁睁地跑掉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她挺自立的 当你落魄的时候 你成了她的保姆的时候 干家务的时候 她瞧不起你 这时候你醒悟了 你觉得我不能这样 你又出去工作了 她又怀疑你 她又有不安全感了 是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充分地体现出 你是个小男人 这个生活真是个事件事 一下就释出你来了 我觉得女孩子做得挺好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确实应该把握 你在外面交往的这个分寸 如果你真爱她的话 你不要给她造成一种 威胁和不安全感 尤其你说你在那个闺蜜家住 就这些的误解 我觉得都应该消除 都可以消除 其实那个时候 我也跟她解释了很多遍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你就不应该动手 对 你说这个是本质的东西 但是她今天已经动手了 那么你就看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真的 这个男孩子没有珍惜 你从外形 从内在 你都配不上这个女孩 这女孩在某种程度上 做得比你好 还有一点 我刚才特别想 你十九 所以你就跟她在一起 什么都不懂 没有生活经验 没有生活阅历 你就一头扎在这了 然后那个 后面就发生了 这一系列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 对于电视机前的女孩子 和现场的一些女孩子 年轻的孩子 这个不应该很轻率地 就住在一起 是不是 然后你现在六七年了 结婚了还是七年 七年之痒呢 所以真的 这个问题你确实要考虑好 谢谢 陈总 你们两个六七年 曾经有一段 还是很甜蜜的 对 而恰恰那一段 就是你们事业还 很艰苦 是的 一起努力 对 我们俩是白手起家 她主要是开店 那你做什么呢 之前的话 我是学计算机的 然后就因为她开店了之后 然后我就放弃了 我计算机的一个职业 然后跟随了她 然后帮她一起打理店子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吗 你还真不是那种 说她是这个店的店主 你就直接过来 只做老板娘 其实这个店里面 有你的付出 对吗 我们俩从刚开始 去找店面 然后到店开业 一直都是一起经营 那投资呢 投资的话 也是我们自己两个人 两个人的钱 对 两个人的努力 对 现在反而 这小子觉得是自己的事 你知道你败在哪吗 你就败在忘乎所以 你忘了对面这个女孩 是怎么陪你一起 辛苦的努力付出了 事业销成之后 你就觉得她就是一个金丝雀 甚至于金丝雀不如成麻雀了 这就是你忘本了 而恰恰你们的这个裂缝 就从那会儿开始 女孩很聪明 她知道自我保护 出去工作 自己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自己会从打扮到气质 都有提升了 你现在怎么着 慌了 你觉得自己 呦 我这事业所成居然 我女朋友要跑了 要飞了 所以你急了 所以你出手了 女孩 坚持你的选择 做独立的人 谢谢 如果她出手打你 先分开一段 然后呢再看 她是否真是那个 还能找到之前 你们一起打拼的那个人 那个人的影子 如果有 还可能开始 如果没有 就算了 谢谢 事情的严重度 比你们所说的 还要更严重 因为今天之所以 到这个舞台上来 这男生不是为了 来挽回爱情 他是来找回一种安全感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不会这么会打扮 你依然打扮成 一副老土的样子 他不会来 这是第一点 这不是来寻求爱情 是来寻求安全感 找舆论基础 说你在外面瞎搞 第二 在时间的流逝面前 男人总是比女人 经得住衰老 你总有一天还要老 那个时候 你的命运 会不会回归到 之前的状态 这是我最担心的 第三 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嫉妒是人的本能 但是宽容是 人要学的本领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爱情都是排他性 我们所说的爱情的排他性 所指的是 我所爱的人 只有你 而不是别人 这叫排他性 但事实上 这种排他性 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 不是这样的 每个人的心目当中 排他性 排的是什么呢 是排除同性的 共同竞争 而并不排除 异性对自己的诱惑 所以会让人形成一种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 那种看法 专一的爱情 是什么 是为了照顾对方的 嫉妒心理 所做出的让步 这种让步 叫做宽容 但是有些人 没有学会 比如说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可在店里面 跟别的女生说话 你马上产生了嫉妒 如果这个时候 他为了照顾你的嫉妒 想想当初 你和他共同创业的 功劳苦劳 他应该做出 宽容的体现 他没有 他依然是 坚持自己的行为 倒是相反 你在嫉妒之下 你没有变得盲目和消极 你采取了一种 自我导使 自我向上的方式 打扮自己 充分地 扩展自己的社交圈 但是当后来 你变得优秀之后 他产生了嫉妒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没有像你一样去 让自己变得更好 他采用了一种 打的方式 所以说 王老师那点说的没错 当人共同产生 嫉妒的同时 有些人选择了释怀 选择了自我 积极地向上奋斗 但有些人 忍不住用一种 龌龊的方式 要毁掉你的积极 让你变得不积极 再回到原来 老土的方式 他心里甚至在想 宁愿像你现在这样 打扮得这么漂亮 天天跟别的朋友在一起 我不如你变成 原来那丑的样子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想的 他一方面 希望自己的老婆漂亮 但是自己的老婆 一旦漂亮 他自己感觉到 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他宁愿你丑 也不要你漂亮 这是一种极度的自私 所以说 男生 其实坦实地来说 如果除掉爱情的真心和付出 光从外形上来说 你显然是配不上 这个女生的 摆明了说 一开始你是占了便宜的 但是呢 到了后来 你没有珍惜 当对方 重新拾起了 对于自己的信心的时候 你产生了嫉妒 你的这种嫉妒 久而久之 形成了一种破坏 甚至我怀疑 你今天到这来 到底是不是寻求爱情 还是寻求一种所谓的舆论力量 让他能够回归家庭 又或者内心有腹黑的想法 宁愿他变回以前丑的样子 也不需要现在的这种不安全感 你自己内心非常清楚 所以我说 其实真正的爱情 不是互相束缚对方 那是有一种自信的体现 真正好的爱情 往往是不束缚对方 但是到头来 又无法离开对方 这才叫真正的爱情 就是怎么打 怎么闹 怎么吵 到后来还是分不开 这才叫真正的爱情 但是如果有一方 完全不顾对方的考虑 宁愿把对方的一些 积极的东西损失掉 也要把他死死地拽在自己身边 而拽在自己身边 又不那么去珍惜的人 就完全把你当成了私有财政 这就是极度的可怕 总而言之 最危险的一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还会老的 你不可能保持 现在这样的青春亮丽 那么在那个时候 你情何以看 想一想 谢谢 我同意王老师的一个观点 其实他们还叫恋爱吗 他从19岁开始 他们俩进入的 实际上面是 不受法律约束 和不受法律保护的 一种婚姻状态了 你们现在更像一对 七年之养的夫妻 不知道怎么在彼此的前进当中 去找一个平衡点 他有他的问题 老师们都点到了 我特别想问女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她会对你产生 这么大的不信任 难道仅仅是因为说 你化妆了 你穿了裙子了吗 你资历了吗 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吗 自己问自己 不用回答我 下面的时间 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 游顺拉方黄金60秒 其实那一次打你的话 只是一时的冲动 其实我也很后悔 而且的话 其实打你之后 我比打在你身上 比痛在我心里 毕竟我们在一起 经历过六七年了 从我那时候 也就是个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我们一起经历 一起成长 而且到现在 我们的经济条件 各个方面都 都已经很好了 如果说 不是这些问题造成的话 我们相比 都可以 已经可以去结婚了 也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生活 所以说这一次的话 希望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们在一起 有六七年的感情了 我对你的感情 一如既往的没有变过 我是真的爱你 对 只是说 你第一次打我 让我真的有点 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但是如果接下来 你如果能够 把这个习惯改掉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 可以回到总寝 好 时间到 来 两位 交换你们的密码 下来 好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常说这个七年之痒啊 这恋爱谈到第七年的时候 事也出了不少 我们看看他们 自己的选择 究竟是怎样的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请开门 恐怖 东西� saúde 需要的吗 还不跑过去 还拿个劲 来来来 箱子给我 花言乔语还是有一套 辞职可兑换你打我 我不抵抗十次 好好珍惜彼此 拿着吧 感谢不弄暴龙眼镜 为牵手成功的嘉宾 提供的牵手大奖 成功复合的情侣 还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来 你喊吧 开始 停 500哈 六等奖 接下来我们打开 我们的这个幸福之门 有请我们的这个小花童 两位 来 从这儿走 对不起 感谢我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嫁给我吧 请亮灯 来来来 谢谢两位 谢谢 来 请飞请飞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 祝幸福 祝幸福 我们当然希望所有人通过我们的节目 都能想明白一些事情 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一对面临着怎样的困惑 请看 我觉得我女朋友大脑简单 四肢发达 情商太低 连小学生都不如 朋友都说我性格极好 为人开朗 为什么在你那儿 我的优点都变成缺点了呢 她那压根就不叫直爽 叫缺席眼 她那智商 根本看不出别人怎么看她 其实她就是对我不耐烦了 才找那么多借口 反正再这么下去 连我都成精神病了 朋友眼中的一个幽默女 到男朋友的这个眼中 就变成了一个 有点病的一个女人了 这个评价差异 怎么会如此之大呢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孙 27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个体 女嘉宾小梁 21岁 同样来自辽宁 金荣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男生今天为什么来 这个脑子有问题 什么意思 主持人 我跟你讲啊 好 她俩认识能有一年多了 有一次天挺好的 朋友组织出帕善 正在一期开心的过程中 你别说 你气死我了 这点 她指着我一个个门脸上 呀 你鼻上有一坨大鼻屎 我告诉你 那给她纳收纸 然后你就那么样说话 当时我脸都红了 你说能让我朋友下来台吗 能不能小一点声音 小不了 你话说的有问题你知道吗 什么叫有问题 有一会儿去唱歌吧 你都不知道 他哥们领了一个女朋友 那女都不说话干嘛 然后我就上去 行丝跟他说 他要不太冷场了 穿个衣服 大衣上面都起球了 一尬的一尬的 话你说的 你能不能给爷子有点面了 拿那个包 阿嬷都不信 拿他哥被 我是为他好 面子懂不懂 什么面子 行 行 行 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就告诉你 你衣服上这么一尬的一尬的 就成简了 我就告诉他呢 你就告诉他了是吧 对呀 那肯定这个唱歌就不花儿散呗 就是个彪子 谁都唱了我了这个 彪啊 东北人讲彪啊 彪子 这是你做的事 对 我做的 你还做过什么特别直爽 让他的朋友觉得 我来讲 主持人 我由于个们父母离婚了 我给我朋友约出来 他心情不是不好 约出来 现在还准还准他心情 他自己也问 那爸那妈离婚了 给没给你打过电话 我朋友说没打过电话 自己也默认头说 可怜的孩子 没话疼 孩子真可怜 你不是必要吗 你确认吗 你跟我来 都那么样啊 多可怜 那你这些朋友喜欢 他这种说话方式吗 不喜欢 我朋友喜欢啊 姑娘 你现实生活里 就这样啊 对啊 那你身边朋友多吗 特别多啊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 好朋友啊 不是 我说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长得均不均啊 不是 长得性格 性格呀什么的 性格也好啊 也是像你这样 特别开朗对吧 对啊 说话特别直爽的那种 是 所以你习惯了这样是吧 那你们俩谈了一年多恋 你跟他家里人 有没有接触啊 有啊 父母 对 他妈对我特别好 哦 你看 不是 我领回家 也见过父母 刚开始讲得挺好的 嘻哈说 这小姑娘也挺可爱 挺活泼的 讲了讲了就变分了 干嘛讲什么东西 什么都变分 坏了 逼贼你啊 每次我说话你能够惨言 你毛病改不了是不是 改不了了 干嘛说什么东西啊 说晚上我给他打洗浇水 给他洗酒 我还没叫你给我洗上 给我怎么办呢 父母的心情能不能理解 他跟你母亲说 你给他打洗浇水 对 姑娘你这有点啊 他给我打洗浇水不对吗 你不给他媳妇打吗 你给不给他媳妇打 那我打了也不能跟他们说呀 这么多我不打呀 这叫那个什么修恩爱 你不能跟他骂 修恩爱懂吗 修恩爱 修恩爱死得快你懂吗 后来你母亲听完这话之后呢 特别生气呗 这都是你做的事 那你为什么跟这么一个女生 谈了一年多的恋爱 我挺好奇 就是你喜欢她什么呢 其实我跟你讲主任 她这个性呢是挺好 她没有坏心眼 就是你觉得她这个人很善良 对 但是她的处事方式 让你有点受不了 对对对 你今天希望我们帮你 帮她调整一下处事方式 是这意思吧 是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你的处事方式没什么 是她看待这个问题有问题 是这意思吗 对 你朋友还挺喜欢你的是吧 是 所以你并不 我认为我俩感情之间的事 不需要别人参与 只要我俩幸福就可以了 那这话还 反正跟我没什么事了 她倒是一口把你们四个都噎了 她说他们俩感情之间的事 不希望别人参与 没有 情意见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还可以啊 我要是错在哪里我也可以给 真的 那就是别人还是能参与意见的 是 但是不能参谎 大脑有问题这样是 你不能说她这个大脑有问题 没问题 姑娘 你都回家啊 你们俩相爱吗 你告诉我 爱 爱吗 爱还是挺爱的 那就是一对欢喜冤家呗 针对欢喜冤家你们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都是东北人 我也东北人 我曾经也经常说 我说话可值了 但是说话值这个事呢 也得分成几种原因 第一 我说话值让对方能够接受 这句话你就是为我好的 我会感激之心 还有呢 说完话以后呢 是泄愤 尤其是这话 我不说我难受 那意思是说 首先是为了 自己痛快 但是后来发现说完以后 有后悔的时候吧 嗯 肯定也有 对吧 所以呢 做一下自我 控制 约束 慢慢地想一想 我说这些话 是我想说 还是对方想听 要不然的话呢 有些话说起来 你想表达的 和对方接触到的 不一样 说完女孩了 你也挺值得 你在语言上 慢慢地 和他也差不多了 你脑有病 这话其实比值更难听 对人的攻击 最伤人的 要以尊重人的角度 那如果你越这样 说下来的话 他不是他都是了 你那话是泄愤的话 不是解决问题的话 既然呢 他就这么一个人 你选择了他 他就这样 不要既爱着他的好 又讽刺他的缺点 在语言上 对对方的沟通的模式 要调整 既然选择 就要考虑尊重 既然喜欢 就爱屋激屋 好吧 王老师也是东北人吧 他们俩跟我一个省份 辽宁的 但是我听说 他俩是打练的是吧 是 女孩子很有性格 我觉得啊 有性格特别好 尤其是直爽直帅 特别好 但是要是过了 就会像这个男嘉宾说的 就有点标 二 这个就不好 你在表达的时候 你直 但是你 一定要分场合 我觉得你 现在的表现 是你的性格加素质 得出来的这个表现 所以你就要想 我性格是直率 还有素质 其中还有素质 你比如你那个未来的婆婆 很欣赏你 是吧 你想秀恩爱 你刚才说秀恩爱 你要秀恩爱 你为什么不说好 今天晚上我给她打洗脚水 你怎么让她给你打洗脚水 你婆婆就很不高兴啊 得 是吧 她心疼她孩子 你应该揽她 好 我今天晚上给你打洗脚水 以后我永远给你打洗脚水 你婆婆就爱听了 我也要听 我也要听 但是我说不懂啊 你也不是那么说的 你这也是秀恩爱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鼻屎 我吧经历过这种 就是我们在一桌吃饭 有一个人他这儿 一下就是饭粒站在这儿了 桌上所有的人都不告诉他 因为一说了他不好意思 他下不来台 等到这一散的时候 我告诉他了 单独告诉他了 不给人下不来台 所以咱们执的方法 有的时候一定要变 执很好 但是不要过 不要过分 也要掌握分寸 我觉得你们俩 没有什么根本的问题 其实你们俩挺般配的 都挺实帅的 一定要掌握好分寸 要增加修养 提高自己的素质 那样你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谢谢王老师 谢谢 姑娘 你的朋友都怎么评价你 特别可爱 可爱 你也希望自己可爱 但是遇到了朋友 更大的这种社交圈场合的时候 要多为对方想一想 自己显得不那么自私 而你又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你交到了更多朋友 你把他的朋友也当成了 你自己的朋友 对于你们俩的爱情 是有好处的 好吗 王老师一语切中药汉 素质非常重要 你看你很直 他也很直 两个直的人在一块就过不下去 会吵架 可现人不光要直率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含蓄和素质 我们说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汉 但是什么是良言 什么是恶语 真的有的时候 不是这句话当中的内容 可以判断出来 而要分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语速 以及对方不同的情况 别人要是平日里 笑呵呵地打个盹出来 你说你吃饱了吗 可能没有问题 如果人家正好参加完丧事出来 你说你吃饱了吗 你觉得这样的一句话 对别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也很不会说话 每当曲尾或者是鱼记系这样的 穿得漂漂亮亮 跑我房间溜一圈 怎么样 我这身衣服怎么样的时候 我往往会给出他们 意想不到的回答 但这还是朋友 如果不认识 这番话就一定对他造成了伤害 也许这个结 很难解得开 如果你的值伤害到了别人 你的值有的时候就不值了 所以我原来经常说一句话 说别人说我装 我说我不装 他说不装也是一种装 那我装还是不装 就有些人会认为 你看 就是你的人生信条就是 我不装 我绝对不装 对吧 我很直 但其实这种情况 你已经是在装了 你一直在告诉自己 我绝对要装成 我不装的样子 这已经是在装了 所以说其实 东方人说话 喜欢留白 当把话说得特别值的时候 到很容易让人感觉 你的话 没有完全说出来 别人会认为 你的前台词到底是什么 你比如说 我叫你一声 美女 有些人会认为 我的前台词是 你可能真的很美 有些人认为 你在嘲笑我 看看自己今天穿怎么样 还有个时候 你是不是说我老啊 就很多人会多想 所以有的时候 说话真的要讲究艺术 不是说你说的直 就能够表达出 你直接的意思 有的时候都动动脑子 先分金属场合 注意对方的情绪 然后该说什么 说什么 但至于在心爱的人面前 和自己特别好的朋友 和家人面前 我认为 还是可以畅所欲言的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接受得了 你的直接 因为他们跟你 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好 所以你的直 你的那种清静 千万不要做 轻者痛 而愁者快的事 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话 不是说咱们要扮演自己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要注意分寸姑娘 一会儿我希望能够听到 你们发自内心的那种 表白声音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想想怎么去表达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柔顺 拉方 黄金六十元 宝贝 其实你戏是挺好的 我知道 但是以后 希望你改一改 这个毛病 我希望 你以后手话 不要那么太直 你知道吗 其实我脾气也不好 我知道我脾气不好 咱俩互相都应该改一改 理解理解 不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会怎样 我都希望你过得幸福快乐 其实我很爱你 我很爱你的家 我们自己的家 其实我不愿意说我爱你 或者怎么样的话 有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可能我们方式不对 你也没有感受到 其实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幸福 回到我们最初的时候 许一三宗爷的时候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我 他刚才说他爱你的时候 你心怎么样 挺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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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感觉 对他是不是有点太狠 所以 各让一步 多好 交换一下你们箱子里的秘密 来 请交换 谢谢你们 请回 因为女生的这个脾气秉性 太直 太火爆 带来了一段恋情的麻烦 来 请关门 在这个麻烦的背后 其实我们的老师们 对他们进行了分析 分析是一个层面 今天可能更多的是教他们 如何去带人接物 那接下来当然 我们就要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两个直脾气 两个不会表达的人 能不能调整自己 最后手握自己的幸福呢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哎 哎呀 三个结果 挺可爱的嘛 对不住啊 吵得太厉害可能有些事我没问到吧 哎 我就特好奇 我就 不然后面那句可以省略 不不不 我就特好奇特八卦那件事 你给我八卦一下呗 好吧 那我先读了你再说好不好 女生的箱子也是这么说 说每次无理取闹 都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和关心 害怕失去你 我变成了爱哭鬼 那次 我跟疑似第三者的女人说 如果她能比我还爱你 我愿意离开 哦 还有这么个女的 哪有啊 人家在上面写的是疑似第三者的女 怀疑 就是怀疑 确实没有啊 没有 好 那就 行 那就没问到也就对了 再问到事情就更万了 女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行为 来表达自己对男生是多么的爱 是吧 你要这么说多好啊 但是我不会这么跟她说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记住 最亲的人也不能那样去伤害 否则会伤害到你的自己 感谢布隆暴龙眼镜 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五百到三千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接下来你们自己来喊开始歌题 你来吧 开始 停 停 恭喜啊 两千元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谢谢 富爱 富爱泛滥吗 啊 富爱泛滥 富爱泛滥不也挺好的吗 去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的时刻 亲爱的 我希望你嫁给我 我会让你幸福的 哎 你性格那么直你咋不回一句的呢 我本来我要回的 然后他手太快了给我戴上了 啊 你再回一句咋 回家吧 你还可以 来来 带着礼物 带着礼物 谢谢 甜蜜吗 甜蜜 保持这种甜蜜啊 帮我走 谢谢 他抱不动 哎 我请 走 我请 小心点 别摔着 行了 行了 真彪啊 好啦 好 祝你们幸福 好 看起来事都不大啊 但是对情感还真有伤害 其实真的伤害情感那些事 那么大的惊天动地的背叛的很少 真实的伤害是在生活当中 一些小事上面的打磨 有的时候当你不注意的时候 这些小事就把你们所有的情感打磨光滑了 让两个曾经相爱的人 变得渐行渐远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甜甜圈的用户最很不过人心提问 说不顾家里反对我们就私奔了 年底回家本想和他分手 但因为和家里赌气就和他订婚了 还有了小孩 未婚夫工作和生活能力有限 让我对未来很迷茫 我不知道 因为家庭的反对就私奔 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冲动 因为要跟家里人闹气 就跟对方订婚 可以理解成是一种不慎重 后来在没结婚之前 又跟私奔的对象有了孩子 可以说是不节身自好 最后现在又因为对方的经济能力有限 你又感觉到迷茫 你还很世俗 所以你该怎么办 你最没有听过家庭的话 这个时候真应该问问爸爸妈妈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由 不弄暴龙眼镜冠名播出 本来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